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介绍头部原始点的操作方法 第一个 患者握姿 但手一定是自然往外垂下来 最轻松的姿势 然后再请患者 头部转向面向你 好 等患者转过来要看 它这个脸是不是对准着你的两腿 如果这样是最标准 但有些患者会稍微过来 这时候你姿势就要自动调整到这里来 好 那如果它转的是刚好的时候 我们站这里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 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以食指指指尖去侧视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现在来介绍拳头法 拳头法 它一定要握须前 然后拇指翘起来 这样才能够很轻松的按进去 但是不能用握紧的拳头 因为握紧拳头会顶住患者 使它不舒服 所以这个拳头是虚的 有弹性 那我们用拳头法 刚好 一次进去就可以按到四个点 好 那 手要放轻松 用身体往下沉 就能把拳头带进去 然后向钟摆来回波动 好 这样按完之后 我们再头转过去 换另外一侧 一样 拨开 然后把点找出来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那我们前头法刚好一次下去 就可以全部按到 好 然后握须拳 靠身体把拳头带进去 不能使用蛮力 然后来回均匀 这就是耳后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紧接着 头部原始点 除了耳后原始点 还有整骨下沿的原始点 我们来介绍 整骨下沿的位置 整骨下沿的位置 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 后面 后面乳突骨对过来 然后再来整骨下沿 交汇处 就叫整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整骨下沿 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 所以它的位置是这样来的 它的使用工具 是用手肘 手肘 然后掌心要向上 这个动作特别要注意的是 下臂与上臂 这个要90度 上臂与这里也要90度 工具拿好之后 再来就是要注意姿势 操作者的姿势 如果患者 是趴着的时候 那我们用弓箭布 然后重心要蹲低一点 然后手轻触着头部 另外一手拿着工具 直接顶到 低一点 这时候90度 以90度 这个不要变形 好 前后开始按推 整骨下颜 整骨下颜 对侧按推完之后 我们再来按 同侧的整骨下颜 你面向我 好 这时候 它同侧对你的时候 你采取的是弓箭布 然后工具 然后工具一样 以手肘 掌心向上 然后低一点 耳后对过来 鲁突骨跟整骨的交位处 按紧之后开始 前后均匀按推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太下面 可以稍微把头转过来一点点 好 这样比较好操作 以上就是头部原始点的 整个操作方法 我们紧接着再来介绍舒缓 整骨一般用掌根 这个点 直接靠进去 按 然后也是来回 推 按 来回推 我们来讲注意事项 刚刚容易犯错的 就是操作者 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